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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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立非为太子 他也迟迟做不出决定 立皇后可管 但立太子却不能缓 正如国不可一日无君 国也不可一日无太子 现在 景帝的十四个弟子都有机会扶正 依照组制 太子要么立成 要么立贤 那么 谁为长 谁又为贤呢 立非的儿子刘荣是景帝的弟 一个儿子 当然为长子 至于贤 年幼的刘荣和刘彻都还是小孩 暂时还比我出高下 思来想去 碰于舆论压力 汉景帝最终还是决定以刘荣为太子 同时 外卫其侯都拥为太子太父 同时册封刘彻为焦东王 就这样 立非在后宫之争中取得了开门宏 现在唯一的悬念 就是后卫之争了 而王志如今已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太子争夺战的势力 已把她的退路给封死了 说白了 她必须争得皇后一位 将来才有翻盘的机会 本着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篱笆三个庄的原则 王人很快就找到了的好帮手刘嫖 刘嫖就是款桃长公主 她是窦太后唯一的亲闺女 又是汉景帝唯一的亲姐姐 是红透大汉朝半边天的女子 出生皇家的刘嫖 具有高瞻远主的气魄 虽然她自己已有至尊至贵的地位 但让子孙后代都能享有这份荣耀 才是她的远大理想 为此 刘嫖决定将自己的独生女儿打造 成未来的皇后娘娘 把她嫁给弟弟和景帝的儿子 这样一来 弟弟的儿子将来继承了皇位 自己的女儿理所当然的就成了皇后 那么 在景帝的十四个儿子中 谁最有希望继承皇位呢 答案不迎而遇太子刘荣 刘荣拥有先入为主的绝对优势 她年龄最长 又刚刚被封为太子 可以说 半个屁股已经坐在了皇位上 丽夫人 咱们结为庆认吧 一天 刘嫖找到丽妃 单刀直入地问道 在她的潜意识里 只要自己这个大红人一出马 就没有搞不定的事 然而 她未曾料到 丽妃却给了自己当头一棒 皇姐 对不起 我们家荣儿还小 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这原本是一个双赢互利的合作 但因为一个友情 一个无意 一个如此直接的表白 一个如此露骨的拒绝 最后导致一个很痛苦 一个很痛快 痛快的当然是丽妃了 她之所以直接拒绝了刘嫖的请求 是因为 她怨恨刘嫖这些年来 一直源源不断地为汉景帝献上年轻貌美的女子 但凡受景帝垂青的后宫加厉 几乎都是由刘嫖一手大造的 丽妃觉得 自己从被汉景帝独宠到现在失去这个优势 但是 跟刘嫖的虾掺会有很大的关系 这让心胸狭窄 牙刺必报的丽妃既恨于心 当然 丽妃虽然逞了一时口舌之快 大大的出了口恶气 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因为她在政治上的幼稚 导致自己错过了一次强强联合的绝佳机会 她痛快的背后是痛悔 但当她察觉到这一点时 已毁之晚矣 而痛苦的 当然是刘嫖的 她这朵金枝玉叶 一向都是别人捧她 求她 这次她好不容易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 主动出击 却被不识好歹的丽妃 生生地呛了回来 痛苦过后是痛击 刘嫖记下了这笔账 等着日后和丽妃狠狠地算一算 这一切 作为旁观者的王志都看在眼里 洗在心头 她立刻找到很受伤的刘嫖 表露出了自己的心意 丽妃真是太不实抬举了 王志先劝刘嫖消消气 随即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要不您把阿娇嫁给我的志吧 刘嫖胸中的一口恶气 原本无处可出 王志及时抛来的感染汁 不仅让他消了气 而且还给了他台阶下 于是 面对王志的提议 他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眼看刘嫖答应了 王志先是一喜 随即 脸色又黯淡下来 最后大有乌云密布之事 搞不清楚状况的刘嫖 自然问准庆家怎么了 王志却一副郁郁害羞的样子 在刘嫖的再三追问之下 王志终于清醒了朱唇 是不是太子将来做不了皇帝 而阿娇生来就是做皇后的命 这样只怕委屈了阿娇 王志很是为难的说 太子和皇帝是两码事 当了太子不一定就能当皇帝 古往今来 费力太子的事难道还少吗 刘嫖的眼神中露出一丝恨意 王志和刘嫖此时是一个友情 一个友谊 但真是一拍即合 很快签下了亲上加亲的协议 娃娃清晨埃落定后 王志和刘嫖达成了统一战线 接下来 两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最终打败了素妃 王志成为了汉景帝的第二任皇后 随后 太子刘荣也被废 王志让儿子刘嫖成了太子 值得一提的是 刘嫖就是名犯我强悍者 虽远必诛的汉武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王志和刘嫖达成了太子 王志和刘嫖达成了太子